周乃总理曾于1966年8月18日深夜召开请籍会议 当时中国正 1971年夏天的一个清晨 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故宫服务院文物修复厂技术员赵振茂 正猫着腰在水田里劳作 此时在田间劳作的赵振茂听到有人喊他 赵振茂同志 立刻立即马上收拾行李回北京单位 干事 我犯错过了吗 你 你不是在骗我吧 真的让我回单位 我向毛主席保证没有骗你 真的 这么着急啊 到底出啥事了 你别问那么多了 快走吧 说完 赵振茂腾着水去一本宿舍 当天下午赵振茂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爸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呀 你不是应该在湖北呢吗 我是组织命令回来的 不是偷跑回来的 对了 你现在没事吧 没事啊 你去帮我倒点水 我这现在腿上还有湖北农场的泥呢 不是 爸 什么是这么着急啊 让你连个洗脚的时间都没有 这我也是纳闷了 这我一下火车就跑去单位了 这我一下火车就跑去单位了 可是单位下班了 不管他了 明早上再说吧 好 盘特不安的赵振茂 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单位 故宫博院本土修复场 也就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馆文保科技部报道 见到了时任故宫博院院长 吴仲超 直到这时 赵振茂终于把事情真相弄明白了 原来在故宫闭馆期间 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二十几年孤立外交政策的美国 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及国际地位的重要性 开始向中国发出了期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1969年2月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宣誓就职仅仅12天后 就要求美国政府官员试探同中国官方接触的可能性 并在几个月后宣布取消了某些对华贸易管制 尼克松曾以美国总统的身份 第一次在世代杂志上发表声明 在我死前有一件我想要做的事 那就是去中国 如果我去不了 我就让我的孩子去 就在尼克松发表旧职演说的几天之后 当年的人民日报上竟然全文刊登了尼克松旧职演说的全部 我手里拿的就是当时报纸的原件 我们可以看见上面是1969年1月28日电 这件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 当时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 也在积极决定寻找时机与美国达成合集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期 事情却突然出了岔子 1970年的一天 周恩来总理正在阅读报纸 突然秘书神色不安地拿着一个报告 进来汇报工作 周总理听完后非常生气 原来自从故宫关闭后 国际上产生了很多关于故宫的谣言 当时甚至有西方媒体发布布什报道 称中国故宫的三大宫殿已经被砸毁 无数文物被摧毁 在中美即将破冰的节骨眼上 这些报道显然让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非常不好 1970年5月10日 周恩来总理特意召集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的王野秋等 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在会上周总理宣布成立屠博口领导小组 由王野秋担任副组长主管业务工作 为了击破西方媒体的布什报道 周总理在会上指示 要在故宫给最近几年新出土的文物办个展览 让他们尽快跟国内外的媒体观众见面 1971年4月中旬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周总理的亲自运筹下 实现了到中国的历史性访问 中断了20多年的中美外交关系 开始解冻 5月 美方传来信息 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接受邀请 准备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并决定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将于6月25日后秘密反华 与周总理决心一次预备心会谈 周总理指示王野秋 要加紧推进新出土文物展览的事情 争取在基辛格到北京时 可以看到故宫的文物展览 一举击破外媒的布什报道 王野秋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 开始全力筹办这次展览 王野秋以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名义 最终邀请到河北 湖南 河南 北京等 11个省市参展 陆续收到了1000多件文物 但是很多文物出土时已有破碎 需要紧急修复处理 因此赵振茂等一批手艺高超的文物修复技术员 被紧急召回故宫备展 这才有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赵振茂 出生于1916年的河北省深县 一个贫固家庭 老北京古同章的当的第三代传人 清东记修复其实还是有源头的 他最早是清宫的一个姓于的师父 从光绪20年到辛亥革命期间 他是开始被宫礼清宫修文物 后来他又带了七个徒弟 最小的徒弟等于是他的得意门生 叫张泰恩 这个张泰恩后来又带了很多徒弟 但是从他开始他创建了古同章派 从他开始他是第一代 完了他又带了他的侄子等人 成立了等于是古同章的第二代人 完了古同章派的第三代人 实际上就是解放以后 在各大博物馆服务的这些老专家们 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积老 从此15岁的赵真茂 正式开始了学徒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当学徒是一件非常苦的柴石 除了受苦受累受骂 有时候还免不了要挨打 而且同气修复是一门多学科的 设计十几种工艺 每一种工艺又分为若干工序 理解同气修复好 少说也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工作量不但大 而且繁琐 气型压扁的的要复原 碎成几十块的要拼接 有窟窿的要设法补上 没有任何一件青铜器 损患成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大概工艺是先整形 焊接 焊接完了 这个气型有了 但是这件青铜器 它可能还有很多缺失的地方 缺失的地方就要去补配 补配完了就差做旧了 因为这件器物 只是完成了它这个复原 复原完之后 也想回归到它原有的色彩 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工艺 每一个大的工艺过程中呢 包含很多小的工艺过程 在赵振茂的努力下 八年后 二十三岁的赵振茂 学长出身 不仅学会了铜器修复工 还掌握了桃器 瓦器 石器 玉器 料器 甲骨 铁器 漆器 壁画等器物的修复技术 1952年 故宫院长吴仲超 从全国选拔 青铜器修复高手 经过有关人士的介绍 赵振茂 白岛故宫 一个人承担起 修复青铜器的工作 成为了故宫博物院 青铜器修复第一人 之后 故宫文物修复厂成立 赵振茂 凭借精湛的修复技艺 成了铜器组组长 在故宫修复文物期间 他由于接触到大量 医手 珍贵的文物 青铜器修复技术 更是突飞猛进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些政策待遇 共产党朴实的作风 也让赵振茂 认识到自己工作的 来之不易 1971年 赵振茂被紧急叫回北京后 立即投入了 故宫文物展的筹备工作当中 经过赵振茂 等文物修复技术源的处理 一件件或暗淡或破损的文物 得以恢复到最佳状态 最终 出土文物展览 于1971年7月1日 在故宫慈宁宫正式对外展出 展品一共有1982件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都发了头条消息 报道这个展览 当时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 朱德 陈毅 各国访华代表团 新美文物 使美国客人叹为观止 之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 也不攻自破 基辛格认识到 很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描述 都是不真实的 窗户 凭空捏到他 平空捏到他 炸 Bin